比特币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跌破了27500美金 直接是下跌到最低的位置 24600多美金这个水平 当然这个下影线没有去表现出来 它现在的一个价格 其实最低的位置 已经到达了一个24600多美金的水平 那在这一波下跌以后 在哪个位置能够进行抄底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订阅浪野的频道 浪野的频道是专注讲到加密货币投资的 如果喜欢赶紧去订阅加关注 那我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爆仓数据 那么在过去的20小时之内 爆仓高达10亿美金 短短的 20小时就赚了10亿美金交易所 所以非常恐怖 在这种行情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那爆仓最多的就是OK 币安也是排在第三了 爆仓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是吧 大部分人都是做多未爆仓的 原因就是跌破了我们的支撑 是吧 在这个27600美金的水平 7500美金的水平 那昨天我们说过了 分析过了是吧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是吧 在这个27500美金位置 那我们多次去强调这个水平 这位置一旦去跌破 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回调 那上个视频我们也说过了是吧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是吧 那将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难 那如何去布局现在的一个空头是吧 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这种空头如何去布局是吧 那之前这个位置的话 多次去强调是吧 一旦去跌破这个位置是吧 这个位置 它会将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下下的一个动作 那确实是这一波的话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直接有百分之 多少 接近有10%的一回调 就是在一瞬间有10%的一个利润了是吧 所以说非常的恐怖 如果你快有单子的话 你应该是能够去赚取这一波的一个利润是吧 那现在的话如何去布局空头啊 在这些位置啊 既然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是吧 那视角这边我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一些机会能够去布局一些空头啊 你看现在的话 它这条线的话 依旧是非常长啊 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支撑 支撑点的话 可能就是在它的一个下方这个 比较深的24600多美金水平 那是一小时的话也没看出什么东西啊 所以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主力是在这个27500美金的位置啊 那想要看这个支撑的话 支撑的话其实在一个24600美金 那你要去做单子的话 应该可以去考虑在这个26600多美金到一个27000这个附近啊 能够去选择一些空头一个选择啊 去做空啊 做空之后啊 在下方啊 当然你不要等到24600美金再支撑啊 基本上一下子很难啊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继续去震荡下行去走一个回调的一个趋势啊 那我给大家去画下来啊是吧 在这个位置继续去震荡去下行啊 走到下方的位置啊 要在这个位置再进行发塌了 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啊 那接下来的它的趋势应该会按照冷眼的指示进行走的 如果大家想要去操作的话 基本上是在这一片区域能够去选择一个空头的一个选择是吧 如果上次大家在这个位置能够在27500美金的位置做空赚到了 你可以去在下方的位置 这一片啊26600到27000这一带选择布局 那指引的位置的话 大家啊 在我们会员群里面可以看到指引的位置是吧 如果你加我们会员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会啊 我们会布局一些啊 抄底一些机会啊 抄底机会在哪里啊 能因为的话 现在的话 还没等到一个抄底机会啊 等到我想要抄底的时候 我们会在 那频道里面进行会讲解啊 大家持续去关注冷眼的频道啊 就可能去关注的到啊 这一波航行在哪位置抄底 当然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数据很明显去看到 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趋势啊 是吧 大家可以从啊 比特币的一个清算地图上面可以去看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爆仓的一个价格非常多 是吧 在一个26400多美金又有一个爆仓啊 5800多万美金啊 的一个多头啊 那么在一个26000的话 再次爆仓2亿美金啊 在一个25600美金的话 是爆仓2.64亿美金 所以这三个一个空多头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被爆仓去选定啊 选定的价格啊 那如果反而上方的位置 将有40万啊 40亿美金的一个啊 空单啊 会被清算 所以说的话 现在的话 它再第一波啊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机会啊 进行一个大级别反转啊 因为的话 狗装这种操作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市场当中的话 见的非常多啊 多次去强调这种啊 双杀的一个情况啊 是吧 下跌之后啊 持续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啊 又继续震荡下进啊 你看它每次的动作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是吧 来一波下跌之后啊 跌破这个曲线之后啊 下跌之后啊 震荡一下啊 反弹要继续去震荡下进啊 这种行情的话 我们见的非常多啊 这种也是一样啊 直接去下影线 跌到下方的位置啊 再下下一波之后啊 再跌个一两天之后啊 又快速进行回调 你看 我来看之前的行情是吧 看 它跌了一波非常深之后 又继续震荡下进啊 然后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继续震荡一两天之后 再进行反弹 它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速度 会非常快啊 你不一定能够抓住啊 当然在我们的一个 社群里面 能够继续去提醒啊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想要抄底的话 布局下一波思路的话 可以去跟上冷眼视盘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